西北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在国民党西北洋湖东南二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 艰难地采用模糊战术 全力与敌人周旋 为此彭德怀决定 寻找机会狠狠地打击一次敌人 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打掉他们的嚣张技 为西北野战军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机会终于来了 1948年2月 西北野战军攻打遗川 遗川东一黄河 西连洛川 复县是闪动战略要地 被胡宗南视为关中屏障 胡宗南命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 刘刊帅第二十七师 和第九十师两个整根师持员 这正中彭德怀下怀 因为他安排一部分军队攻打遗川被虚 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的援军卫石 这就是著名的围城塔园 于是胡宗南集中和西北野战军五个主力纵队 埋伏于刘刊驰援的必经之路瓦子街 竟带敌军钻进口袋 刘刊会上当吗 刘刊 湖南桃园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 刘刊作战极为顽强 当年参加围剿中央红军时 又也被红军打下 只有独眼农将军之称 在抗日战争时期 刘刊参加过长城会战 后在新口会战中被敌二与阵 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嚣张器 被誉为杰出的抗日将领 应该说刘刊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 他此行前来救援 也极为担心彭德怀对他围成打员 因此一路上磨磨蹭蹭 不愿冒进 可是胡宗南却嫌他前进太慢 催促他急速去解一川之围 刘刊没有办法 只好率领援军冒着风雪 继续东京 二月二十八日 当刘刊部队进入拔子街时 就一头钻进彭德怀 早就挖好的一个大坑里 刘刊发现后 决定突围 彭德怀幽默地说 刘刊 你钻进了铁笼子 就不要想再出去 果然如此 经过三天激战 刘刊二点九万人的援军 不但没有解到一川之围 反而被西北野战军全部歼灭 三月三日 刘刊给胡宗南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 不成功 就成人 随后 当解放军 毕竟只有一百米时 他拾起一颗手榴弹 拉开了保险盖 自杀身亡 刘刊十年四十二岁 彭德怀获知刘刊战死的消息后 惊讶地说 我以为国民党军官都是怕死鬼呢 他又赞许地说 刘刊这小子总算还有点骨气 不贪生怕死 没给咱湖南人彭德怀也是湖南人丢脸 是条好汉 刘刊虽然反动 但他抗日还是有功的 彭德怀吩咐将刘刊的尸体保存好 随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向胡宗南和刘刊的家属通告说 遗失已由本军埋杠于遗川城西阳道村南三里之山地中 你们如果来运尸体 解放区军民避雨方便 胡宗南随即派人前来运走了刘刊的尸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